现在的人讨论里面 中观为世如来杖就斗在一块 对不对 我就叫无聊 为什么 几时为世不谈缘起忠道 几时如来杖 如来杖我们讲 那个神我思想 你不要诽谤 弄切经就讲很清楚 为无我去及外道者 说如来杖 我的善巧就是怕那个 怕空的人 怕无我的外道 而安立一个让他心可安住的善巧 所谓如来杖者 无灰就是无我 就是空 他就跟你讲清楚了 你还污蔑他 现在人真的是那种很奇怪 业障重到 没事找事 给他做个几个业障 来让自己到地域去 明明经典都开宗民意跟你讲了 你还要毁谤 中观为世如来杖 请问你说他不是活说 那不是活说很简单 就是他有没有违背延期吗 你找出来啊 有没有 你找不到 我可以跟你说 很多东西是现在的学者 不了解的 硬把 像比如说 我最近在讲为世 为世里面种子有六亿 你们大概现在 我听说你们这边比较少 在碰为世 为世里面讲种子有六亿 其中一个叫做性决定 一个代种源 刹那灭 种种这些 那有的人就认为性决定 种子很多 加上性决定 表示一颗一颗 那一颗一颗都决定 那不叫多元论 就认为为世是多元论 拜托 都是你在讲的 稍微有中观为世的道理 缘起的道理 如果是性决定 如何同时又刹那灭 同时又是代种源 只要了解它是代种源 刹那灭 一定是无自信 只要是代种源 众源生法 一定无自信 反正有自信 不会生灭 总之六个条件里面 都有两个 这么讲法 所以性决定的意思是什么 叫做性稳定 不是性固定 这个决定 因为 种苹果不会长榴莲 不是吗 这叫稳定 但不叫固定 固定叫自信间 但你看 你解释 就把它解释成根外道 不是它本身有问题 是解读的人 一开始 没这份证件 把它解错之后 就说唯事叫做有中 谁跟你讲唯事是有 谁跟你讲终观是空 终观不断灭的 唯事认为说圣意有 也就是建立在无我无法的有 它因为它建立圣意有 是让你不断灭 它也不让你只有 为什么 因为它是无我无法 你只要了解 都是 缘起 你唯有站在缘起去解读它 发觉都是一家亲 但世间人 所以我上课有人讲说 那个 我到一个地方去讲 那个 终观的时候 有人就讲说 我就以为是嘛 因为帮助我们建立那种 缘起的道理 以便知道空 那就有人有法师就讲说 哪有教终观引为是 他好像亏得 斗起来才可以 所以我 下次我再去讲课 我就举这个例子 我说 世尊当初在教学的时候 他讲解圣秘经的时候 他会跟他的同学讲 今天讲的是为是 终观的同学今天放假不用来 讲波德经的时候 他会跟为是的同学 今天讲的是终观 为是同学今天没事 自己在家里自修 会这样吗 人硬搞出来的 缺少佛法的直接证解 所以在佛门当中 另生纷争 无争处生重纷争 你看 多少人在这里 强起纷争 为什么 没有缘起正经 是不是 让佛门不得清清 所以我们就要谈这个 你看 这是一切修行 乃至所有的道理 我们要建立四地 四地从哪里来 从缘起的生灭里面建立来 从此生彼生的种种烦恼 这叫苦极 从此灭彼面建立到灭道 所以四地有没有离开缘起 没有三法印 为何看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涅槃极进就在缘起里面看到的 为什么 诸行无常 对不对 此生彼生 刹那生灭 诸法无我 为什么 诸法无我 一切法带是重元 十无自信 诸法无我 为什么涅槃极进 虽是生当下本至极灭 就像梦境 虽咬种种梦境 梦境当体不用灭掉 它本来就空的 涅槃极进 一个是为正果之前 本来极进 正果之后 是折灭无为 正得极灭 但所正 为正之前 跟能正 正之后 本没生灭 所以说 于众生为简 于佛为生 他只是觉悟而已 这道理是如此 所以这是一个缘起的道理 他从自己建立一切法 所以聊教 你站在缘起的时候 你对解读一切佛法 才找到源头 乃至菩萨道 所建立的一切教化善巧 一定不离开缘起 或者的话 这是要相思佛法